哈利路亚 本能的掌声献给神 我们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师 我们要做一个宣告 后来的荣耀更大 非常感谢 我也非常感谢这如此恩典的赞美 就是这样的 神向着我们的心 唯独 基督 我们的过去 今天 甚至于未来 永远的答案 这就是基督 愿今天这一日因着基督 你们所有灵肉里面的疾病能够得到医治 并且树立为顶峰 成为如此得祝福的神经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很多的人 我们跟他们有见面的时候 他们虽然有了信仰生活 但是据说 活在这个世上很辛苦 他们会做很多这样的言论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们最后就被世界所同化 然后还有的人不是这样 他们就想着要怎么样跟这个世界背道而驰 与世界相反的生活 我们活在这世上 没有办法这样生活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主 所以亲自跟我们说 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什么呢 你们要去让万民成为我的门徒 特别是我们就是要胜过这个世界 要去管理这个世界 再次跟大家说明 我们在这世上不能被世界同化 然后也如果说跟世界同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世界成为这世界的奴隶一样去生活 那么又不能说与这个世界背道而驰 怎么样才能跟这个世界 活在世界却像以前 以前有前程主义的人 他们进入这个独圈的时候 说与世界要背道而驰的生活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是不可以的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世界 应该胜过这个世界 然后要去救活这个世界 要享受这样的祝福才行 为此我们怎么样做才行呢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现场 为了救活这个世界 为了去胜过这个世界 神向着我们所给的答案就是 集中福音的唯一性 集中福音的唯一性的时候就可以 那么将来会来的这些 逼迫与偶像的时代 我们就可以去阻拦 而且在教会倒塌 教会关门 教会引导危机 我们就可以去阻拦这一切 所以这一周真的愿各位 能够知道福音的唯一性 去集中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能够成为这样祝福的一周 特别这一周 然后我们有春节 然后我们也会很多的亲戚会有见面 愿今天持过话语 能够去现场 这个话语能够成为你们的答案 然后又能够看到 话语成就这样祝福的世界 愿各位的脚步能够成为这样 得蒙祝福的脚步 所以第一点 我们知道福音的唯一性要去集中 当我们去集中去享受的时候 我们就是知道 世上到底是怎么样在运转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世事会打开这样的眼目 首先世界是逼迫圣徒的时代 所以我们的圣徒要去担当着世代的逼迫 所以圣徒就要成为能够承担世上逼迫的圣徒 所以今天第一节的话语说什么 一人死了却无人把他放在心上 而且虔诚的人被收去却无人撕恋 这一人被收去是为了免来将来的祸患 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点 世上与这个圣徒的关系 就是冤仇的关系 而这牧师到底在说什么呢 也许你们可能会这么想 但是呢 这就是我们的身份 是我们的本身 本来我们的人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 按照神的形象 拿着神的形象 我们去管理 也许这里神所创造了一切宇宙万物 神这样祝福了我们 但是呢 所以我们应该拿着神的祝福去享受就行 但因着《创世纪三章》的这个事件 我们在神面前犯罪于神断绝 这之后呢 从那个时候 神赐给了我们答案 这个就是什么呢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通过征战 属灵的征战 能够去享受神的祝福 我们是这样的存在 最初我们不是这样 只要享受神所赐的祝福就行 但是呢 因着《创世纪三章》的这个事件之后呢 从那个时候 我们的信仰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有的话 就是要做属灵的征战 所以看圣经里面 有这样的话语说 我要让你和女人的后裔 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也不要彼此为仇 世界和圣族的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看到话语 说什么 女人的后裔和女 她的后裔都要彼此为仇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 过生活的时候 我们要做属灵的征战 只有才能享受真正的祝福 和胜利 生命纪二十八章 也有这样的内容 也是我们非常清楚的话语 对于这个福气的讲述 这一整章都是在讲述这一部分 但是这个福 能够让它成为祝福 最重要的奥秘是什么呢 就是生命纪二十八章七节的话语 说从一条路攻击 但是让你可以从七条路去逃跑 在这个属灵的奥秘 当你知道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让福成为真正的福气 所以我们真的在信仰生活当中 如果能胜利的话 就是与这个冤仇 做属灵征战 胜利才行 马太福音十六章也有这样的话语 十六章十八节说 阴间的权柄并不能胜过你 这是神 耶稣向着告白 主耶稣基督身份的 西门彼得所做的祝福 你们过的世上 到底是要胜利还是要输呢 就是告诉我们要有属灵的征战 一切的权柄并不能胜过你 就是告诉我们这世上有属灵征战 有征战的内容 这个征战的背后是谁呢 就是这属灵 胜利撒旦所持人的世界 就是与撒旦要做的属灵的圣战 当你知道 这奥秘正确知道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 哪怕来逼迫 哪怕是胜利撒旦逼迫我们的圣徒 让我们的圣徒能够去跌倒 但是呢 我们还是能够有真正的胜利 世上的本身 就是拒绝耶稣的世界 所以呢 相信耶稣的我和各位 也是被世界所讨厌的对象 那么约翰福音 说我们不是属世界的 所以这世界会讨厌我们 话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犹太人说 要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对吧 约翰福音 一章里面的内容说 来到自己的世界 世上的人却不接待他 却不迎接他 这个世界的本身 就没有去迎接过耶稣 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的我和各位 当然也会被世界去逼迫 但是这个逼迫 神却能够让我们去担当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祝福 可能大家在过春节的时候 也会分散去各个地区 然后如果说各位的家庭 都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背景的话 当然也很好 但是有的家庭并不是 有信心的家里面 但是你们不用担心 结果神会通过各位 向你们的家门和家庭 能够去兴起改变的祝福 所以 约翰使徒福音里面 告诉我们 张信主耶稣基督 你和你一家都能够得救 因着你相信的时候 神象征你的家庭 会允许家门得救的祝福 通过话语我们可以确认 你们无论在任何的逼迫当中 愿你们不要去担心害怕 这个逼迫是神允许的 是神所允许的 所以我们看圣经 真言书16章4节 有这样的话语说 耶和华所造的各式启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主权 主管 不仅我和各位 甚至于这些不信者 这些不相信神的人 他们也在神的绝对主权当中 话语告诉我们这一事实 正因如此 所以任何的逼迫我们在这个逼迫当中 已经得到完全的保障 有神完整的保护 在我们已经形成了 直到这一事实的时候 那么任何的现场 你们都可以刚强壮胆 能够坦然面对 或许说各位在各个家庭当中 或者说你真是自己个人 做信仰生活 在这属灵征传 那么你要去铭记 耶稣也受过逼迫 当然就是有逼迫 所以约翰福音 16章 33节的时候告诉我们 你们有世上逼迫 但是你们要去坦然 为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世上 当然有逼迫有患难 所以看圣经里面说 马可福音 10章里面37节 有这样内容 得到神祝福 但是却很多的逼迫 但是这个逼迫 却没有办法 能够让我们跌倒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逼迫当中 我和各位是神儿女 有神完整的保护 已经得到 这一完整的保障 所以看圣经的话语说 以赛亚书49章15节说 妇人嫌能忘记 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 哈利路亚 父母即使会忘记我 但是怎么样呢 有的时候你们会忘过 自己的吃奶的孩子的吗 有这样的父母吗 没有对吧 但是呢 假如说有这样的父母 我却绝不忘记你 神绝对的 保护 神绝对不可能 忘掉我们 哪怕是苦难也会保护我们 哪怕是因着逼迫 在这个逼迫当中 神却实际性的 因着祂的能力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去承担这逼迫 让我们能够去胜利 胜过这逼迫 神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 神现在也完整地保护着我的 这个证据是什么呢 圣上为一体的神 现在也与我们同在 现在也眼睛看不见 但是这圣子圣灵神 且与我同在 你们阿门吗 现在这个神也给我们话语 也应用我们的祷告 也兴起这救恩的事工 这圣上为一体的神 是我的父 我是他的儿女 这圣上为一体的神 我们拿了这个身份 神儿女的身份 过着世上的时候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神却给我们了 能够战胜这世上 栽殃地狱全世的身份 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因为神要保护我们 在这个逼迫当中 要守护我们 要去保护 所以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 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份 以这个身份和权柄保护我们 所以给我们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是天上的宝座 天国是我们的背景 当我们去天国之前 在这世上过生活 这个本身也是想着神国的生活 这个不相信神的人 他们活在世上 是如同地狱一样的生活 最后又去地狱 但是相信神和我们的各位 首先在这个世上 去天国之前 也想着神国的背景 然后又去天国 这是我们的背景 为了保护我们 在这个逼迫当中的时候 也要保护我们 所以四个我们的背景 就是神的国 这个神的国的背景 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 但是这个奥秘 神却通过天军天使 去使用他们 所以你们所有的脚步当中 你们所有的事情 神通过天军天使 与你同行守护 保护引导 你们在什么样的逼迫面前 愿你们不要害怕 无论任何困难 都不要担忧 今天本文说这样的话语 说这些假的先知 却被高举名 但是这真的 先知却被怎么样 就是说什么呢 一人死了 世上却不关心 而且呢 这些虔诚的人消失了 却没有人去领悟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有的信仰生活的 矛盾就在这里 这些恶人呢 这些不相信神的人 好像看起来总是 不知不觉过得很好 但是这些艺人 却受着痛苦苦难 所以我们信仰生活 对于这一方面 就想着 我信仰生活 这是如此的虔诚 但是为什么却有困难 有苦难呢 而这些不信的人 他就活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总有困难呢 所以这里面的矛盾 我们有很多 对吧 这一部分你们要快点去整理 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这世上的本身 是凶弱的世界 因着伊甸园 虽然有战时的 因着神的祝福 在这里面的 但是离开神之后 所有的时代 与日俱增 从最初就是凶恶 与日俱增 时代流失 但是更加凶恶 在这凶恶的时代当中 拥有福音的我和各位 这个世界当然就会讨厌我们 会逼迫我们 但是呢 我和各位 却拥有了完整的保护 已经得到这完整的保障 圣上为一体神的奥秘 这个奥秘拥有的我和各位 拿着这个身份和权柄 我们能够成为 我们背景神的果 我们去享受的时候 我们能够战胜 许多的逼迫 愿各位能够享受 这真圣徒的 祝福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第二点 我们要成为能够 担当世上偶像的 传道者 神们说这世界没有神 但是却没有神的这个位置 被谁所侵占呢 就是偶像 就是今天本文 从三节一直到最后 就是对于偶像的 这一部分讲述 我们人如果说 没有神的话 就真的是愚腕的人 十篇十三 十四篇还有五十三篇 都有这样的话语说 不认识神的人 就是愚腕的人 他们就是说没有神 这样的人就是愚腕的人 实际上他们说没有神 所以把这个神的位置 放在了凶恶撒旦 这些愚腕的人 把本来是神的位置 却放上了凶恶撒旦 结果他们的人 结果他们的人 就是各样各式的 只是样子不一样而已 但是却毫不犹豫的 他们全部在拜着偶像 这拜偶像是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不朽坏的神的荣耀 却变成了朽坏的世界的偶像 罗马书一章二十七 二十一到二十七节有这样的话语 特别是二十三节说 将不朽坏之神的荣耀 变为偶像 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 昆虫的样式 本是不朽坏之神的荣耀 但是却变成了朽坏的这世上 这就是拜偶像 但是我们去看一看 所有的人都是 他们比相信 眼睛看不见的神而言 他们更愿意去抓住这些 比朽坏的世上的 看得见的样子 就是全部陷入这偶像的世界 他们因着陷入这世界 结果他们完全就陷入 极端的利己主义 是什么意思呢 就像看今天的本文话语一样 甚至于把自己的子女 献为祭 去拜偶像 这个拜偶像的结果就是 极端的利己主义 甚至于把自己的子女 为祭献上 今天以赛亚书五十七章五节说 他们在十穴下杀了儿女 为了把儿女献为祭祀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也是说是 葬行就是什么呢 以人身为这个贡物去献上 为了自己能够活得好 为了自己能够得福 甚至于把自己的子女为祭献上 做了这些极端的利己主义 这个时代的本身就是完全陷入偶像 我们通过什么能看到呢 提摩台后述三章 我们可以看到说 漠视的苦痛是什么 对这漠视的苦痛 他们显出来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专顾自己贪爱钱财 自夸狂傲 放毒甚至于违背父母 然后后说什么呢 完全只爱快乐 不爱神 这全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就是世界为中心 为成功中心 自我中心 这结果说的是什么 像我们想象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着拜世界这个偶像 他们已经完全陷入其中 我们真的如果知道福音 享受福音的话 我们就可以爱人 我们也会理解人 我们能够去爱他们 约翰福音十三章 主向我们搜下的说什么 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是什么呢 你们要互相爱 我们真的知道福音享受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陷入这个利己主义 我们就能够去爱人 去理解人 但是呢 但时代的本身 却是陷入这拜偶像的里面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个人主义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这个 必死坏的世界 为了这个爱去奔跑 为了成功而去奔跑 这偶像的问题 在我们家庭当中 这不是吗 我们的现场 难道不也是这个问题吗 我们不知不觉 也因着离开神 我们全部陷入这个偶像当中 现在 这就是以个人主义 以成功中心 又以物质为中心 活着自己的生活 难道不是吗 所以每个家庭 他们就是成为金钱的奴隶 成为偶像 成为成功的奴隶 自律成为自己的偶像 我们虽然造了什么 去那里去拜的话 也是下拜 但是眼睛看不见的很多的这些偶像 我们不知不觉 已经把他们全放在心里了 特别是说 离开神的这个凶恶的撒旦 让人离开神的这个撒旦 他们完全辖制了这一切的世界 什么样的程度呢 拜这些偶像 还有或说做这些宗教生活 他们的这个三个团体所做的 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冥想 某一方面来看的话 只有我们是说属灵的 这个拜偶像的 其实说是物质是世上的 虽然可以这么说 但也并非如此 所有的人都是属灵的存在 结果 人拜偶像 也是属灵的 所以在拜偶像的时候 会更加 让人变得凶恶 更加去拜偶像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 三团体也好 做宗教生活的人也好 还有拜偶像的人也好 他们的生活中心是什么呢 有虾弹 虾弹拿着什么来做 拿着冥想这一部分 把所有的人带走 甚至于这些精英也是 因着冥想被牵着鼻子走 所以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头脑也是 他们的冥想的主题是什么呢 要消失自己 要无我境界 其实怎么可能无我呢 我们说默想话语 我默想到这个中心的部分是神 但冥想呢 说是我自己 我是主人 所以他们的心灵和想法 在默想的时候 为了得到这一切的 这些思考的部分 全部刻印在大脑里面 如果说刻印在大脑里面的话 就是说中毒的程度了 我们的大脑完全刻印了 你的想法和你的心 思考的部分 就是中毒 所以这些吸毒中毒的人 还有陷入这些淫乱的 还有赌博中毒的人 他们已经是刻意在大脑里面了 我们说我们没有想法 但是最后却怎么样呢 大脑里面 有非常严重的分裂 而现在我没有想 我现在拥有的这个想法 应该知道怎么呢 这些执迷的一部分 会确实成为很奇怪的部分 最后在我们生活当中 去完全显出来 就是说这样程度 我们现在的想法和心理到底拥有什么 是最重要的 这会刻印在你的大脑里面 不仅如此 而且会与你的灵魂紧紧相连 这些大脑刻印的会传达到 我们的灵魂 到底什么样的程度呢 以夫所说二章二节的话语一样 这些空中掌权的 这些空中掌权的 与他们完全相连 而且以夫所说六章十节说 这天上的恶灵与这一切完全传达相连 而且这个结果出来的是什么呢 所有的人就没有办法不来 这是属灵的问题 因着这个凶恶灵的力量 他们去建非常大的神庙偶像 我们去看这个世界 我们去观光去游览的时候 全部都是这些偶像神庙 这个不是随便建来的 而是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 这是借了撒旦的力量 结果建金大的神庙 然后让人完全陷入里面 偶像的力量就是这么样的大 但是呢 我们拥有了比偶像更大的力量 是神约定的话语 当你默想的时候 这个话语在我们心里面 在我们思考里面 就会传达在我们的大牢里面 然后传达我们的灵魂 最后于哪里相连呢 就是菲律比书三章21节 我们的市民全在哪里 在天上 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呢 使用行传告诉我们一章三节 神的国 我们灵魂相连的时候 最后就于神国相连 这个所发生的事情 是非常惊奇的 就是击溃黑暗撒旦 偶像势力 这偶像的一切 就因着这属灵的奥秘力量 所显现 圣灵与恶灵征战 谁胜呢 都不用说对吧 我们拥有 这非常惊奇的 这属灵的力量 我们能够去享受 但是却不去思考 结果我们 这些不信的人 他们拿着这些 自己的偶像的力量 去建神庙 甚至于让人去灭亡 我们就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这时代偶像的问题 愿你们能够成为 去承担这一切的传道者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所以各位也要去 每天把神的话 也放在心里面 去思考 这个就刻意到我们的大脑里面 用我们的灵魂相连 不仅如此 而且直到神的国相连 这非常惊奇的圣灵做工 就是在这世上 任何的一个偶像的势力 我们就能够去击溃 甚至于绰绰有余的能力 就是因着圣灵的能力 而出来的 所以话也跟我们说 在圣灵降临在身上 你们就得到权柄 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 直到地己做神的见证 我们得到圣灵充满的事 我们就直到地己 能够做神的证人 所有现场的偶像都能够去击溃 我们能够到地己 这凶恶的撒旦 他怎么样的装着自己有势力呢 看一下今天本末一三亚十五十七章六节 这些这个凶恶的撒旦怎么样呢 巧装打扮自己说什么呀 这光滑的石头 他们也在这里面去献祭 就是人这样子的愚蠢 离开时的人就是这样 甚至光滑的石头 他们都觉得是偶像 觉得是把祭献在这里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光滑的石头 成为这些偶像 然后看七节说 这是属灵的奸淫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 安设床榻 也上那里去献祭 就是属灵的奸淫 八节说 你在门后 在门框后 然后就是显出来 假装撒旦的形式 因为离开神 就害怕害羞 所以就把别的贴在这上面 这就是八节的内容 这凶恶的撒旦 拿着完全另外的过来 去诱惑我们 逼迫我们 不是这样 而是说拿着差不多的 所以现在有宗教多元论 然后还有综合宗教 混合宗教 拿着这一部分 这个凶恶的撒旦 拿着这个部分来去 让我们离开神 但是这个结果 拜偶像的结果是什么呢 和西阿书十三章 三节 一到三节里面 有对于偶像 拜偶像的部分 说什么呢 如同这个清晨的雾水一样 拜偶像的结果就是这样 然后怎么样 如同是消失的露水 烟雾一样 如同场上 被风吹走的康僻一样 如同烟 从里面吹出了烟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拜偶像就是这样的虚空 如同这个烟筒里面 出来的烟一样 风一吹的话就消失了嘛 这就是拜偶像 但是他们 人们却做了如此愚昧的事情 分明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除我以外 别无拯救 和西阿书十三章四节说什么 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 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也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天下人家并没有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要去拜偶像 要去拜神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过生活 其实不是这样的 神是唯一的神 是唯一的神 他赐给我们唯一的福音 让我们愿意我们去持进 这唯一的基督 因此基督之名 我们每一天要做 这鼠林的征战 特别在这个时代 偶像的时代 我们通过话语去默想 放在心里 拿着这个话语 刻意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传到我们灵魂的时候 这个与神的国相连 就会兴起非常惊奇的 圣灵做工 就能够战胜这世界凶恶撒旦的势力 用主的名祝愿 各位享受这一祝福 我们看第三点 神借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呢 是 这世界不配拥有的教会的祝福 今天二节的话语说 一节说什么 一人死了 他们也不放在心里 也不去纪念 但是呢 二节的话语 以赛亚十五十七章二节 他们得享平安 塑形正直的 个人在坟里安歇 这里坟里本来说的是床上 就是相信神 是神儿女的人所享有的祝福 也是教会得享的祝福 他们进入平安 塑形正直的 他们个人在自己的床上 能够得到安息 进入平安当中 然后又有得到平安的安息 这是我们在这世上 要享受的祝福 这就是对于教会的祝福所说的部分 就是这样的 不管任何的逼迫 任何的困难 哪怕再有 但是在这逼迫当中 拥有福音的人 他们无法去击溃这拥有福音的人 所以如果享受真正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世上 与这环境毫无相关 有平安 有真的安息 希伯来书 十一章三十六三十八节 有这样的话语 特别是三十八节说什么 这样的人这是世上无法所承担的人 这是世上什么 他们被捉弄 被鞭打 被捆锁 被放在监牢里面 被石头打死 被拒绝死 受试探 被刀杀 但是他们却能够承担这一切 而且说的是什么呢 他们是这个世上不配有的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任何的逼迫过来 这个福音 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我们真的享受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这世上的帮助 而是我们会去救活这世界 我们不是需要人的帮助 而是能够去救活人 教会是不需要这世界的帮助 而是去救活这世界 不是需要人的帮助 而是去救活人 这才是教会 所以看圣经话语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 这阴间的权柄也不可能胜过你 这是对教会的祝福 说祝福祝福的时候就说什么 阴间的权柄并不能胜过你 而且以福所书三章十六节说 对于你集中福音的时候 在这福音里面扎根的时候 通过这个扎根的时候 来任何的逼迫也没有关系 而且世上的人不认可你也没有关系 哪怕来任何的逼迫 我们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想说福音的能力的时候 哪怕在这个逼迫的时候 你们也会能够去救活 本来逼迫你的那一人 菲律宾书一章六节的话语说什么呢 我们直到世事永远的时候 能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英语 最后我们是能够去救活 别的前生一章九节的话语 二章九节说什么 你们是如同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于人的子民 为什么树立你们呢 让你们能够去救活 所以树立了你们 我们拥有的这个福音 是能够去救活一切 就为了救活这一切 所以神赐给了我们 不仅如此 结果怎么样呢 我们最后能够治理这世界 启示录五章 还有二十一章 二十章六节 都有这样的部分 讲的第一部分 我们是最后成为王 罗马书五十七章 也是这样的话语 真的因着一人 我们最后能够享受王 成为王的这个身份 他在我里面 所以我们拿着这个力量 就能够像菲律比书四章十三节里面 我们可以凡事都能做 所以能够愿各位享受 这个教会的祝福 本日世界不会拥有的 教会的祝福 就是在基督里面有 我们总结一下话语 在这逼迫的时代 怎么样去享受 这个能够胜利的逼迫呢 在偶像的时代 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偶像的时代 奥昧是什么 特别是 本日世界不会有的 这个教会 我们要持续的肉是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 耶稣就是基督 唯独基督 在这事情上集中就行 所以这样来的逼迫时代 偶像崇拜时代 教会倒塌的危机时代 我们就能够去享受 救火教会的这个奥秘 就能享受这一奥秘 愿各位能够成为这阴影的证人 用主的名祝愿我和各位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同声一起祷告 特别这一中 马上就有春节 愿各位的脚步 能够享受神同在的证据 而且在这逼迫的时代 神与我同在的这个奥秘 拿着这一奥秘 能够去战胜这逼迫的时代 在这偶像崇拜的时代 因着属灵的问题的时代 能够去战胜这偶像崇拜的时代 愿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享受这属灵的力量 特别是赐给我们教会的祝福 就是这王祭司长先知的身份 愿我们的教会能够享受 这珍贵的应允祝福 愿这一周所有的见面 能够确认这珍贵的见面 和证据的话语 愿各位能为此而祷告 还有我们所有的宣教地 还有宣教士 为他们得到圣灵充满去祷告 愿各个国家的门徒 还有新时代宣教士 还有我们的多民族宣教士 种植者 愿神能够让他们圣灵充满 为此而祷告 我们教会灵肉里面灵受困难 特别是肉身当中 有各样疾病痛苦的我们的圣徒 愿他们在圣灵充满当中 持定话语 因此而能够享受话语 幸福的时间 因着神的话语 能够去治愈得到这样的证据 成为这样的证人 愿神做这样的功 我们同生合一 持即话语祷告 我们下期再见